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温室竟然如此情狠手霸 平阳姚氏这等小门宗 跟他们肃无冤仇 竟也要赶尽杀绝 实在可恶 温室如此残忍 毫无人性 我们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只是他连姚氏这种小门宗都下手 恐怕是为日后 在仙门中掀起更大的血雨幸福 江城 我们眼下应该好好筹划一下 如果温室要来找莲花雾的麻烦 我们该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 来多少温室恶权 我就杀他多少 我这次来是奉齐山温公子的命令 来惩治一个人的 这个小子 在沐西山上 趁温公子和妖兽奋勇搏斗的时候 多次出言不逊 多次搅局 害得温公子心力交瘁 险些失手 连他的宝剑都损失了 还好天佑温公子 就算他失了佩剑 最终还是拿下了妖兽 今天我就是奉温公子之命 希望与夫人来严惩此人 给所有与孟江市的其他人 做个表善 阿娘 退下 江城你让开 不然你也跪下 江城你别管 魏武县 我早就说过 你这个 你这个不守规矩的东西 迟早要给江家带来大麻烦 不能再打了 不能再打了阿娘 江城 你给我让开 完了 不然呢 就这样了 什么叫就这样 你以为子殿是什么品级的灵气 他挨了这么一遭 下个月都别想起来 有他瘦的 那还不是有他好的时候 你只要砍下他的右手 温公子应该不会再去计较了 斩了他的一只右手吗 没错 阿娘 阿娘 你别 事情不像他说的那样子的 余夫人 您可是要想清楚呀 金珠银珠 把门关上 别让血叫人家见到了 是 阿娘 现在我就宣布 这莲花物 就是我们温室 在云梦的新监察寮了 什么监察寮 这里是我家 余夫人 我劝你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儿子 这数百年来 百家对温室那可都是俯首称臣 在温室来史面前 说什么你家我家这种话 本来我以为 这莲花物又旧 又出了几个叛徒 我觉得你们担不了此重任 不过 我看你既然听我的话 这脾气又对我口味 所以 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殊荣 尖臂赶尔 打狗也要看主人 你闯进我家里面 当着我的面 要惩治我家里的人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如此放肆 你居然敢降罪我 我告诉你 齐山温室和隐传盟 是不会保护你的 闭嘴 你个贤婢 别过来 别过来 你们干什么 别过来 温初良 温初良救我 画单手 紫蜘蛛 温初良 你还跟他废什么画 你没看到我这个样子吗 本公子让你来保护我 你要这样保护我的吗 你小心 你小心我更烦你 得罪了 惺惺作态 战成 快去阻止他 别让他发击好 敢了 这个load 膍努 你行 钱 你 不 gord 别 不 半 走 滚 还 桂林 走 阿成 阿娘 您把子殿给我干什么 给了你几乎就是你的 子殿已经对你认过主了 阿娘 你不跟我们一起送我 你这个死小子 可恨 可恨至极 你看看 为了你 咱们家造了什么样的祸了 阿娘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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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安全的地方 它自然会松开 路上如意有人来犯 子殿会保护你的 卫英 你给我听好了 好好护着江城 死也要护着它 听到没有 于夫人 别废话 我只问你听到没有 他 你看 江叔叔和师姐 姜叔叔 爹 世锦 你们放开我们 让我们回来皇屋 姜叔叔 爹 姜叔叔 爹 好像是阿仙和阿诚的声音 世锦 爹 快 把船扣上去 爹 爹 你们俩怎么会被子殿 绑着坐在这儿呢 阿娘呢 为什么绑你们 爹 快把我们缩开 爹 姐姐 温氏的人打到我们家来了 阿娘跟他们起了争执 跟那个 跟那个花袋手抖起来了 我怕阿娘要吃亏 还有人发了信号 估计过不了多久 就有更多的敌人来了 爹 咱们快回去帮他吧 咱们快回去吧爹 花袋手 爹 我们快回去吧 爹 爹 爹 你们三个听好了 不要 不要调转方向 不要回莲花屋 上岸以后 尽快想办法去眉山 投靠你们祖母 爹 江叔叔 爹 我回去找三娘子 你要好好看顾 阿城阿里 你 江叔叔 爹 快 回莲花屋 爹 爹 江叔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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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